小伙伴们注意看 蛋仔岛中的第一种怪兽 名字叫巴尔坦星人 它正在和泽塔奥特曼战斗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 蛋仔岛中 只有一种怪兽 就是巴尔坦星人 错 大错特错 其实在蛋仔岛中 它隐藏着第二种怪兽 它不是巴尔塔星人 比巴尔坦星人更厉害 你们难道不好奇 蛋仔岛中隐藏的第二种怪兽 究竟是谁 长什么样子吗 众所周知 蛋仔岛更新了 在蛋仔岛上出现了奥特曼和怪兽 如果你喜欢奥特曼和怪兽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巴尔坦星人这只怪兽 它头顶上是有血条的 当它的红色 血条见底以后 它就会从蛋仔岛上消失死亡掉 对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蛋仔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蛋仔岛中 除了巴尔坦星人这种怪兽以外 被隐藏在蛋仔岛的第二种怪兽 究竟长什么样子 今天我和学姐在蛋仔岛发现了 这第二种怪兽 其实就是穿着红色靴子的赛罗奥特曼 小伙伴们仔细看赛罗奥特曼的眼睛 是黄色的眼睛 这个眼睛居然和怪兽 巴尔坦星人的黄色眼睛 是一模一样的 小伙伴们仔细看他们两个 同框了我现在方慢镜头 你们看他们两个的黄色眼睛 就是一模一样的 而黄色眼睛就是怪兽的标志 所以说赛罗奥特曼就是蛋仔岛中 被官方隐藏起来的第二种怪兽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